嘩,來到這裡這麼漂亮的環境 今天就有兩位教練 我們的主教練詠良,揮揮手 大家好 還有聰Sir,另外一位教練 詠良,想問問你 今次這麼遠來到Thunder Bay 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期望? 首先,真的很遠 Thunder Bay 用了超過24小時 從香港出發來到Thunder Bay 首先第一件事,球員來到 就比較辛苦去適應時差 大家都未適應到時差 就開始打第一場比賽 其實整個世界盃 這個game stage 突破到這個成績 希望除了贏回 我們亞洲盃贏不到的韓國隊之外 也希望在其他賽事 爭取到更多一場勝利 也希望在世界頭五名排位的隊伍裡面 我們繼續可以打到超過七局的賽事 能夠拿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因為今次我們整體成隊的composition 都不錯 我帶這麼多年香港女子棒球隊裡面 可以說是最完整的一個composition 無論是每個位置也好 各位球員的 以腦帶身的情況也做得很好 有一些經驗很豐富的球員 例如梅永奇 劉子奇 VC 這些是比較年紀經驗都會好的球員之外 也帶來了很多 今次都幾多 第一次來打世界杯的球員 好像阿忱 阿蘇 阿蘇阿蘇 他們都是一些 比較年紀小 經驗少 第一次來打的球員 但他們的表現 亦都可以做到我們的要求 希望整體composition做得很好 我們這次打五場球 希望每一場都可以給予驚喜 支持我們香港女子棒球的每一位 好,謝謝永良 很誇張 剛才看到永良老師說到 其實有很多期望 除了不是覺得來參與以外 其實都是上一個舞台 表演給別人看 展示香港女子棒球隊的實力 好,這時候我轉移到沖Sir 沖Sir,講一下訓練上的點點滴滴 還有很精彩賽事 是嗎? 是呀,訓練來計 我想我們前所未有的一個很特別的訓練量 之前我相信一個星期 大概兩至三天的訓練 其實都已經叫做很正常的常規訓練 但是這次為了備戰這個世界盃 我們可以說一個星期可以說是練到八課 八課甚至九課 為什麼一星期有八課至九課 因為有一天真的可以練兩課 甚至是Double 兩天的訓練 一天有兩次訓練 不是只有一天 可能是有兩天的 所以是非常之辛苦 非常之充足的備戰 所以我們對這次的比賽 非常之迎神 非常之提倉 所以我們有打兩場球 叫做Double Header 現在他們有Double Training Double Training 沒錯 沒錯 那昨天的比賽有什麼感想 昨天的比賽其實真的挺難的 因為Jetnet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一半的球員是來到之後 來到之後 我想沒有二十個小時 就要他進行第一場的比賽 這個是非常之困難的 但是身為教練 我會把這件事化到最小 化到最... 告訴他其實是不關事的 因為韓國隊其實只不過 早來我們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到這個訓練營 到這個比賽 如果你把這個Jetnet 放到很大的話 我們就會輸 我們就會輸 所以我當這個Jetnet 是沒有什麼 我們照常地 平常地去打這場比賽 我覺得韓國隊 就有很多很多怨言在這裡 例如食物不好 剛剛下機等等 這件事他會放到很大 所以我覺得 我們香港人就把這個 逆境 把這個困難 變成一個動力 去贏這場比賽 所以說得很好 其實都是補充幾句 這兩位教練 永遠都是最早起床 最遲睡的那個 所以Jetnet來說 他已經是表現了一個 最好的榜樣 當然了 這是第一天 我想看看他第三天的時候 精神狀態 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多謝兩位 謝謝